但直下无形,本体自现,如大欲人身,虚空,变照时方,更无障碍。 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,亦不离见闻觉知。 但莫于见闻觉知上喜见解,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,亦莫离见闻觉知立心,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。 不疾不离,不住不着,纵横自在,无非道场,二期以上,中。 上来的语术,只为了说明一点,红舟,石头,门下,是以信在作用为原则的。 从学人自己,自己的心,自己的见闻动作,也就是从自己的生命现象去运入的。 这一产风,从下手处,误入方便说,见闻等作用是不同于四大色深的,似有对立的意味。 等到深入而真的体悟,那就,灵光独妖,家,家家象,脱根城,心悦孤原,光吞万象,有什么对立可说呢? 第四节,曹西的直指见信。 繁衍禅阶本曹西,这是未能去世一百年的产能时空。 到底曹西产品什么有这样大的力量呢? 第二,见信成佛。 牛同宗说,道本虚空,无心何道。 东山宗说,即心是佛,心尽成佛。 慧能继承了东山法门,不但说心即是佛,而更说见信成佛。 神会说,直了见信。 无助说,直指心必法门。 黄博说,直指人心见信成佛。 所以曹西产的特色是直合,直指,学者是直入,顿入。 曹西门下的四家对于见信有从现实的心念中以无念而顿入的,有从见闻觉知与莫动经中去顿入的。 这就是综艺所说的直显心信中有十二家了。 这二家的差别可以从谭经的组成部分而理解出来。 谭经的主题,大半四说法是说魔喝斑落伯魔秘法,受名相见。 说魔喝斑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谢谢大家